美多新闻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看 疫情之下餐饮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及挑战 那么位于雅加达、草浦、唐人街两家传承了几十年的老店 他们的生存情况如何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雅加达、草浦、唐人街一家源于绵兰 并于1973年入驻雅加达的咖喱面食专卖店 以其悠久的历史及不变的纯正咖喱味而闻名 店主林先生表示 因时代久远 所以并不能确定入驻雅加达的确切时间 只依稀记得年幼时家里便开始制作咖喱面 如今已传至第二代或者第三代 疫情当下 受社会活动限制令等疫情管控的影响 该餐厅的生意也受到不小的打击 要不但要不然我们继续运输 使用那些云南在迁键 可以用讯件 用电脑和尋线 预期订阅 想到后需要 要不要散er 要不要打扰 所幸的是 嘎里面的制作所需工作人员不多 因此并没有人力过望 乃至需裁员的情况 林先生强调 做餐饮最重要的就是态度 一直以来他们坚持选用优质食材 以确保口味的稳定 也因此深受食客们的信任 虽然疫情无休止 但林先生仍然十分乐观地表示 祖辈传下来的一定要延续下去 且打算在未来开设分店 另有一家于1927年成立的 享有雅加达最古老咖啡厅名号的 德济咖啡厅 作为家族事业已传至第三代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底液 这家咖啡做得非常出色 疫情期间虽然出现了顾客少量减少的情况 但是因为其稳定的好质量 所以有许多的老顾客依旧经常耕固 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大部分的订单都是外卖单 前来堂食的多是老顾客及老板的朋友 疫情虽减少了顾客流 但他们坚信能以品质取胜 度过这个难关 两家百年餐饮店皆相信质量及态度 唯一一家餐饮店是否能继续传承下去的关键点 美都新闻记者 Yan Journey Roby Pratama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